哈喽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所以在一个月前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我的research 就是代表说我是正式从IMU毕业了的 如果疫情改善的话,我明年一月就会转去Australia 然后继续我的clinical phase在那边 然后就可以正式成为第四年的医学生了 我真的很期待,因为我真的很想要快点毕业 所以在这个期间,我是可以算是没有东西做的 没有工作可以做,然后学校也是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然后我就决定又再温习回以前我在preclinical phase的时候学的东西 因为我已经差不多一年是没有温习回那些preclinical的东西 然后我有点rusty了 所以我就决定温习回以前学过的东西 你顺便refresh一下,然后做一些准备 before我进clinical phase 所以我在温习的时候我就想到可以做一个YouTube Video 关于这个topic 一个医学生到底是要读多少的书 然后到底会花多少的时间在读书上 我相信很多想要读医学的朋友全部都是 就是听别人讲医学其实是很难,然后很多东西读 然后我今天就会回答你们这个问题 就以我三年前的经验来跟你们分享 到底我是读了多少书,然后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辛苦 所以可能有一些人以为医学,就是你要读医学系的话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花在书上面 对,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在书上面 然后花很多时间在读书上 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学一些basic 一些医生已经懂了的那些知识 然后他们用的那些词 然后懂一些丢异之类的东西 所以除了读书以外 我们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跟患者这样子沟通 然后也要去hospital看一下那些医生是这样子做东西的 这样子之类的东西 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IMU的语言是怎样的 就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我是上什么class 然后他们有什么class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我的一个youtubevideo 叫My two and a half year as medical student 然后我会把那个link放在description box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在前面的两年半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theory上面的 你去了clinical phase之后 就是你的第四年跟第五年 大部分的东西 doctor都会expect你大概知道它的basic要的 所以你在preclinical phase的时候 你就要打好你的基础 这样子你去了clinical phase 你就会比较明白那个doctor在讲什么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你自己也这样跟不上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syllables就是sem1的时候 我们是actually是overview of全部东西 就是有很多学不同的东西 就是很散的感觉 然后过sem2到sem4 我们的syllables就是跟着system by system的 就是sem2的时候我们是学cardio recipe还有hematology 然后sem3我们是学gastrointestinal,renal,endocrine 然后sem4我们就是学musculoskeletal,reproductive,nevous system 然后就是这样子了 然后我们总共差不多是有9个system 然后在sem5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花在practical上面的 sem5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subject就是forensic 就forensic是比较简单啊 它的lecture notes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不同的system其实有不同的难度 我个人觉得那个system如果越多东西学的话 就会越难 cardio,nevous system,还有hematology 所以这三个是我比较弱的科目 然后也是比较难的科目 因为他们的lecture notes都很多 就这三个subject的话 那个lecture notes差不多有40多个 就一个subject有40多个lecture notes这样子 因为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候上完这全部课 所以40多个lecture notes在一个月是有一点nana给我的话 一个lecture notes的感觉就很像是你在中学学的一个biology chapter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imagine如果你一天上两个lecture的话 就是代表你一天很像是要上两个biology chapter这样子 所以我们每次上完一个system过后 我们就会有一个小考 那个小考叫CA 就很像是一个小测试这样子的 只是那个小测试的分数会加到最后的那个大考 然后每一次在小测试之前都会有几天的study break 差不多四天这样子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刚刚进医学系的时候 我有点不习惯 因为就每一天那个lecture都有很多东西要学 然后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记出我们还是不知道的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很stressful给我 因为真的是太多东西学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东西还不知道嘛 所以就我每一次我每一次会确保我自己在lecture过后 会再一次翻那个lecture notes来看一下 如果不明白的东西我就会去翻课本 或者是去youtube看一些video来明白它 因为很多东西学嘛 你很多东西都要明白先before你背它 如果你是直接背它的话就有点就是就是你不懂你背它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明白它先然后过后你背东西就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在背什么 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花很多时间在书还有lecture notes上面的 It depends on我自己的mode是怎样的 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比较stress嘛 所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读书上面 有时候我会直接留在学校然后读到网上到library关的时间这样子 当然在中间的时候会有break啊给我自己玩电话的时间 这样子每天时常读书的话对你的身心健康也是没有这样好 所以我从sam2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花时间给我自己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然后sam3的时候就还餐了chair leading 我记得那个时候的比赛是在我考试前的一个月 就是我的一个大考的前一个月 我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念我的oski 然后我没有念我的practical 然后我那时候很紧张很紧张 sam3的大考就会加上你sam2跟sam3学的东西 就是有差不多有六个system 然后你应该可以imagine到那个lecture notes大概有多 大概有几多了 一个subject的lecture notes差不多有这样后 然后我print的是那种一张纸有四个slides 然后都是both page都是有的 然后你要读差不多六个这样后的那个lecture notes 我好像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一个星期差不多读一个like subject 然后那些比较短的像Reno can add a crime 我就在一个星期读完两个 所以就imagine我读这样厚的东西 然后你读两个在一个星期 就我那个时候那一个月的时候 basically从早上起来吃了东西过后 吃了东西过后我就开始读书 读到差不多网上这样子的 然后到了四点我才stop的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这么可以从早到晚这样子读 然后我觉得the main reason was stressed 因为我怕我pass不了我的exam 然后我就被必要留级这样子 然后留级的话就代表我的父母亲又要再给我的一个学费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内疚 所以我就那时候真的是 碰 怎样 就 虽然有时候不够睡 早上起来八点的时候 那个闹钟响的时候你就会想到 哦 考试要到了 还是要快点起来 然后快点去念brand 等下考试的时候不会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SAM3 也是第一次大考 也是第一次考OSCE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点怕 SAM5的时候我们也是有一个大考 就是我们会考 全部system 就是从 SAM2到 SAM4的system 就总共有 九个system OSCE 也是考九个system 好像只有一个子 是没有包括前面六个system 其他的是 前面六个system都会加进去 那时候就更 stress的感觉 然后在SAM5的时候 Thank God 那时候我没有参任何的东西 就我没有参 活动还是什么 那时候的时间 就大部分都是 画在读书上面了 就是我们那时候 要去hospital rotation 然后那时候 我是自己 本身是没有在IMU的 我自己本身是 去了 Jouhou 然后 在那边 就在那边租屋子 然后我们就要去hospital rotation 这样子咯 因为每一天我们八点 都是要到hospital了的 每一天我们要posting到五点过后 太 差不多像放肱这样子 那时候我在那个宿舍是读不到书 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桌子 什么都没有这样子 然后我就 那时候是大多数都是花时间在cafe 我afterhospital的时候去吃一个午餐 然后就会直接去cafe 坐在那边读书 然后读到网上差不多 11点 12点 当然中间还是会有break的 只是有时候我那个时候 很懒惰就是特地从cafe 再出去外面找别的食物吃 然后我就干脆直接整个人在cafe 一整天 然后晚餐也在那边吃这样子 所以我就 每一天就一直在读哦 然后那时候真的是读到很累 因为要有9个system要settle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不懂是怎样 就是没有去hospital的时候 我也是一早起来 就是直接去吃了早餐 就直接去cafe坐着 然后就读了一整天这样子的 然后我是不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子做到的 然后真的是很佩服我自己那时候 大部分的时间我都是在读那本 Step 1 USMLE的那本书 然后我就希望自己可以 可以osmosis 可以like吸收 无意间吸收 就要跟大家讲那个读书的习惯 是actually有点不对的啦 我还是在想着办法这样子 改我的那个 喜欢肯 喜欢一直过读这样多东西的那个坏习惯 因为你真的在你考完试的时候 你就会把大部分的东西忘记了 所以还是要找一个很effective的方法来读书 所以我现在就开始用新的method 就是scientifically proven的learning method 来apply在我现在温习的方法 我在看youtube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多youtuber 他们有读一本书叫做make it stick 然后那本书是有教你这样子learn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子学东西这样子 如果你要拿一个好的成绩的话 在medical field It's not about你有没有一直去读书 It's about like你自己的study technique 就是有时候是要看你自己是这样子读书的 因为我以前读书的方法 就是我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 可是读了就算了读了就算了这样子 要看一个人到底是不是master到那个topic的话 就要看他able to retrieve那个topic的knowledge出来没有 就是等到他要用到的时候 就是在在真的生活上面要用到的时候 就是要看他可不可以从他的memory里面 再 retrieve那个knowledge出来 然后再apply在那个现实生活中这样子 所以你们可能觉得医学生要读的东西 就是这整叠的这样厚的那种课本 其实我们有这样多这样的书 是因为我们在学校的那种learn notes里面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看了是不明白的 或者是我们在hospital看到certain的东西 然后我们是不明白的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些书来去读到更详细一点这样 我们有这样多这些书 不代表我们从前面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这样子 就这些书都是像reference这样的东西 我们的study material mainly是我们的lecture notes 然后这些就是额外的东西 因为lecture notes我们自己本身都已经来不及读完了 所以不可能有在读这样多东西 因为lecture notes就是专注在考试 就是考试都是会问lecture notes的东西 average都是50个slides这样子 如果多的话可以到70多 然后少的话也可以到30或者是20多这样子 就是depends on那个lecture自己是怎样的 因为有一些lecture他们是会比较多图片 像histology或者是像anatomy就会比较多图片 所以that's why会比较多那个slides这样 所以basic的话就是最basic的你要读的东西 就是那些lecture notes 然后其他的东西的话都是看你自己要学多少 然后再自己去学的 你学的越多的话就代表你gain到的越多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这个video的目的就是要给那些想要读一课的人 知道我们我们读的东西到底是有多少 然后就给他们有一点心理准备这样子 并不是想要讲我们读一课真的是很辛苦还是什么 有些人是真的是enjoy很enjoy读书 有些人就比较enjoy做其他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喜欢医科的话 你就会maybe你就会喜欢share他的东西 所以你那个用来读书的appen 就会可能给你的话就会比较少 就可能会你没有觉得这样压力这样子 我还是要讲回那一句话 就是在生活上面做什么东西都是有困难的 就even though你想要做一个生意人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engineer 就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obstacle在那边 给医学的话我们的obstacle就可能是我们要读很多书 就很多人在instagram有问到我到底读医学是怎样的 然后怕自己跟不上啊 所以hopefully我这个video有帮到你们 如果你们真的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appoch我在instagram 有时候你们问到的问题也是会inspire到我自己 想到ok我可以做这个youtubevideo这样子 所以也是要很感谢你们 我的youtube终于已经到了200个subscriber了 然后我很开心一些朋友 一些可能有一些人我不认识的 就我想要感谢你们 like subscribe去我的channel这样子 如果你真的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 然后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然后你也想要知道更多关于医学生的experience是怎样的话 你们可以subscribe去我的youtubechannel 所以这个影片如果有帮到你们的话 记得在下面帮我按like 然后帮我分享给那些你们的朋友 然后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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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